带着神采 它们简直真的要像龙卷风一样飞旋起来了 农耕的景象在敦煌石窟中出现的最多 这种三角楼是一种播种机 一边离地 一边将种子通过空心的漏斗撒下 同时能够完成开钩 下种 副斗 三道工序 而且疑似可以播种三行 行聚均匀相等 这实际上是现代播种机的始祖 远在三国时期 关心农业的黄浦龙任敦煌太守时 就交给当地的农民使用这种智能化的农具 时间是在东元三世纪 而直到十八世纪 三角楼还传入欧洲 这幅画对于了解中国古代这一高超农业技术便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应有尽有的农耕工具给我们描绘了令人自豪的农业文明 敦煌处在亚洲大陆腹地 视野之内从无海船 然而在善有太子陆海寻宝等故事中 却出现了大小一百多只舟船的形象 有阳帆渡海的单围大船 有虎头船 有方头方尾船 方头尖尾船 双尖尾船 楼船等等 在形形色色的舟船中 有江船 河船 也有海船 海船的形象肯定出自中原船来的本本 然而 它依旧令我们感受到早期航海事业中 先人们的气象与气过 至于那些形式非常怪异的船 肯定有着它非同寻常的来头 在敦煌的壁画中 还有无以数据的形象 无以明知 它显示了古时候人们生活的多彩 丰富 神秘 创造性 和浩瀚无群 同时 也表现了画工们 对生活的敏感 广泛的兴趣和捕捉力 以及充沛的艺术热情 这些墨解的形象有待考证 当然 也有的被一个个地考证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今天打开的最后一个特库 285号库 它也是内容最丰富 风格最独特的一个 我们之前给您介绍两个库呢 都是在唐代开凿的 那么这个呢开凿的时间要早一点是在西位 在这块已经斑驳的提榜上呢 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确切的纪念 上面写着大代大位大统四年 这也是公元538年 那么像这样有确切纪念的洞窟呢 其实在墨高窟也是非常的少见 因此就显得尤其的珍贵 而被专家们称为是一个标志窟 那么同时公元538年呢 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 因为那一年佛教经中国传到了日本 那么进入这个洞窟啊 大家可能第一眼就能看到 它的这个构造非常独特 它在这个大的洞窟底下呢 一边开凿了四个这样的小的洞窟 那么这些小洞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还是请樊院长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好 这些小洞啊实际上是蝉洞 做蝉用的 可以容一个人在里头打坐修行净思 我们叫蝉修 那么这个洞呢 重点应该说跟蝉修有关系 一方面我们背后可以看到 这些修行的蝉身 这个顶上四个顶的一圈 三十多层 我们看在三轮重叠 苏林烟影的每个小洞洞里 做了一个蝉身 就是我们古代说的 浊鲜眼而俱蝉 那么这个我们看看这一层 这个顶上这个 这一层特别的有意思 它坐在一个神床上面 两手做蝉丁印 脸上你看它的眼睛嘴巴露出微微的在笑 这是一种修蝉以后的一种愉悦 我们叫蝉月 所以它整个呢 应该说它这个洞子的重点是其常 蝉修的 那比如说像它真的开了这个蝉窟 是当时真的有僧人在里面做蝉的 还说只是一个象征 真的是有人做 做了以后 沉思默想 想到一定时候出来 看佛拜佛 刚才进入这个窟的时候吧 我看到这一面墙 我觉得特奇怪 比如说你看 这个偶像它是一个象鼻子 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佛教的偶像当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形象 这个呢 应该说是早期的一种密教的绘画 实际是印度教的形象 对对对 我想从上面这一身 上面这一身呢 身是涂黑 下面做的青牛 实际上是印度的石婆神 印度教有三大祖神 石婆神 比石牛神 凡天神 就是石婆神 那么这个象鼻子神呢 我们叫它毕纳耶加神 实际上呢 是它的大儿子 这个旁边这个呢 像小孩的脸一样 我们叫它摩这个童子天 这实际上是它的二儿子 第二个儿子 是个战神 他手里拿着的长颈 可是这是一个佛教的洞窟 为什么把印度教的东西弄进来了呢 对呀 这个佛教传入了以后呢 它这个丝头自路的 应该说是商业大道 也是文化的传播 它不是说存而由存 它把别的教也会带进来 因为这个时候 印度教在印度发生 发展起来 所以随着佛教就进来 那有印度教的 还可能有别的教的吗 这个东西 也可能还有啊 你比如说有道教的 还有呢 希腊的神 希腊的神在哪 您给我指一下 这居然有希腊的神 比如说这个上面 那个黑的圆 顶角那个 看不太清楚了 看不太清楚 可以看清楚 一个车两头由天鹅拉着 向本方向跑 上面坐着菩萨庄的人 它是表示月亮神 月亮神 月亮神 实际是希腊的迪安娜神 哦 那有月亮神 就应该有太阳神 太阳神在哪 在那个脚上 这个脚上呢 也是一个圆 里边一个菩萨庄的人 坐在一个车上 一边两个马 背道而驰 在奔跑 这就是日神 太阳神 阿波罗 阿波罗神 太逗了这个 这个洞窟里居然有 迪安娜和阿波罗 你说它经过多长的距离 它也传进来 您说还有道教 道教的用在哪 道教的神 道教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顶 这个顶呢 这个上面那个方径啊 实际上是个滑盖 天盖 天盖 有皇帝才有滑盖 那么这个佛也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它有这个天盖 那么这个四年这个顶啊 你看这个蓝点点 对吧 还有那种花在旋转 它表示是个天体 这个天体上呢 是由佛教的神 飞天 那么当时我们看 注意特别注意到 有道教的神 中国神 中国的传统的神仙 您比如说这个洞底 这边 这个神 跟这边都是 人身舌尾 人身舌尾 但是呢 它身上一个圆坨 这一个呢 是福西式 哦 福西啊 它身上这个圆坨啊 是有三个爪子的鸟 我们叫金屋 手里拿着圆规 那么这一边呢 一手 它那个圆坨里头是画了一个残橱 就是那个癞蛤蟆 那个一手的拿了一个折尺 我们叫鞠 另外一个手呢 拿着墨头 木匠用的 嗯 木匠用的东西 一个福西 一个女娲 她们实际上是兄妹 可是后来呢 相婚 嗯 那么我还可以举出一些别的 您比如说 这是飞天 对对 这个我们非常熟悉 这是飞天 弹着上阵 穿着残裙 这个飞鸡 披静飘扬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看这个 就这个 脑袋上 它穿了个短裤 哦 哎 有个长巾 不是它跟那个飞天不一样 它脑袋上啊 咱得像两个兔子耳朵似的 哦 它不是飞天 它不是飞天 那个肩膀上呢 一边 一片羽毛 嗯 两个手高高地走着一个结 嗯 这是干什么 这是道教里头的羽人 羽毛的羽 哦 与人是干什么呢 是 一个飞仙 能领着人 上天的 道教认为 人能禅寿 它肉体都能飞生 那这么肉体怎么飞生呢 就由与人领着它上天 所以这个哭真的非常有意思 它可以让佛教的飞天和道教的羽人共同飞舞在一个天空上 所以说这个动作内容非常的丰富 嗯 那我还注意 它表现了中国文化跟外来文化的结合 一种交融 外来的佛教跟中国自己的神仙思想道教思想的结合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一遍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您看这个墙壁上 嗯 它画的 你刚才说的是印度教来的东西 哈 它典型的有这个西域的色彩 对 包括很多的佛像都是坦露上身的 对 但是这一面墙壁上 嗯 我觉得让我看到了这种汉代人物化的遗风 对 非常中原 这个一幅画呢全是说法图 嗯 我们就拿这个菩萨做例子 您看它跟刚才您说的坦露身体这样不一样 嗯 它头戴高官 身上穿着长袍 嗯 然后脚蹬着高头的驴 斜 斜 然后我们看它的面目呢 广额 秀义 眉目苏朗 嗯 面对微笑 嗯 嗯 它那个长臂啊垂肩 嗯 长臂垂肩 嗯 而且呢 这个 呃 形象瘦瘦的 形象给人感觉的轻瘦 嗯 我们叫它是典型的瘦不倾向 嗯 保一保代 实际上呢 是中原 中原是受南朝的影响 嗯 是南朝那些民室那种 秀国倾向 薄与薄带 做民事风度的表现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洞窟里呢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很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而且不是简单的因素的叠加 而是吸收了各种文化之后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敦煌 我想得有大海的胸怀 才会有纳百川的气度 这就是敦煌 敦煌石窟是彩塑和壁画的载体 是敦煌艺术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墨高窟现有735个洞窟 南北蔓延约两公里 高低上下可达四层 而以第二层最为密集 他们的建筑形制 从内容和功能上来分有三大种 分别是中心塔柱窟 殿堂窟和禅窟 分别用于供奉佛塔 礼佛和僧人修禅 墨高窟开早于前秦时期 公元366年 最早的一些洞窟 带着鲜明的外来印记 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中心塔柱式洞窟 它象征着佛塔的内部空间 这本是源于印度支堤窟 并形成于西域科兹尔的一种洞窟 隋王朝时期 佛法和皇权密不可分 为敦煌迎来了大发展 短短的38年间 重修和开建的洞窟多达94个 隋唐时期 老式的中心塔柱开始消退 出现了殿堂窟 其中形成主流的是在洞窟中央 设中心佛坛的殿堂窟 这种洞窟 没有中心柱来阻碍视线 窟顶绘画也成为完整的整体 有如锦绣满天 表现出一种随心所欲的创造力 敦煌现存的殿窟极少 它的形式大体上是在一个大型洞窟的内壁 开凿若干较小的洞窟 供僧人坐在里面修行 到了唐代 这种洞窟在敦煌基本绝技 因为取消了蝉洞的墙壁 宽阔而平展 可以绘制巨幅壁画 正好顺应唐人心境博大的需求 一种结构反腐 规模宏大 形象精密的精变化 得以尽情施展 其后从五代宋朝到西夏 敦煌虽屡遭战乱 但是礼佛之风一直未减 其间也开凿了许多洞窟 但是建筑形制没有大的改变 更多的是对旧洞窟的重修和改建 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 逐渐冷落荒废 敦煌是神奇的 而且它的神奇是那么与众不同 世界上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当你去过之后 你可能就不觉得它神奇了 而敦煌是这样一个地方 你到了这里 你会觉得它更加神奇 因为它不光给你震惊 它还给你好奇 你一旦好奇你就会浸润其中 比如说如果你好奇 为什么在这茫茫戈壁上会有如此庞大浩瀚的艺术殿堂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段绚丽而遥远的丝绸之路开创史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 面对像天堂一样的佛斗 如果你好奇它开创的历史的话 那么一段西北各民族相容相争的历史 就会涌向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迷恋这里精美的壁画和传神的雕塑的话 那么你就会纵身跳入中国美术史流光异彩的长河当中 在这里可以说是一幅无比壮丽的佛国图点 同时也是一个封存了上千年的社会生活画卷 当你走进这里的佛洞 你会发现无穷无尽的故事传说想象涌到你的面前 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和一些未解的细节涌到你的眼前 你会有一些发现得到一些知识和一些答案 但当你走出洞窟的时候 你还会带走一些疑问和问题 那么敦煌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最有魅力的磁场 也就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磁场 不过现在我们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再见观众朋友 再见敦煌 敦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